二十四五六 他六一六 我们他不救我 十三六九走 我们把我终于解决太难受 我将我太准 我分不上六 台少的人呢 身后就是一直坐着一群 默默野餐且在观摩他们的人 他们非常的淡定 毕竟这一拨人已经跑了好几趟了 就在他们的眼前 这个地方是圆明园的五陵春色 说来惭愧 当我意识到圆明园有这么大的时候 也不过就是几个月前 更惭愧的是 我曾经还是北京101中学的学生 开始探索圆明园 是因为年初我来这里冰夕 发现圆明园还有个学厂 抱着对学厂的好奇 我和悠悠按照沿途标识 走到了位于早园门的学厂区域 才人生第一次涉足了 圆明园遗址公园内的圆明园景区 没错 如果你和我一样 对圆明园之前的认知 只有夕阳楼大水法遗址 那么如图所示 你对圆明园的了解 可能也只有五十分之一 这是个十分悲伤的故事 圆明园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烧毁 抢夺 占领 不光建筑荡然无存 连山形水系也被全部破坏 就连西洋楼遗址 也是整修复建之后 留给后人们的一个念想而已 你说一座废墟 除了用来爱国教育 还能好逛到哪里去呢 但我要说 这里面可太精彩了 为此我还特意查了 圆明园官方给出的游览路线 很贴心 有春夏秋冬四条线路 但分别点开后我发现 就官方你是觉得圆明园 有多不值得逛啊 但好歹官方给出的春季路线 还算良心 对比我今年春天第一次 和第二次游览的线路 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那就是春天来圆明园 直奔西北方向准没错 如果一定要设一个目的地 才安心 那么地图导航50春色 绝对不会有遗憾 经过我和悠悠 从冬天到春天 在圆明园中的数次暴走 我们总结出的圆明园 一共有三大惊喜 可以随意爬上爬下 打滚野餐的山包 能够观看后鸟迁徙 和各种鸟类细水的庞大水系 还有物种丰富 且分外茂盛的各类植物 从三月初开始 这里的每一天 都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变化 当园内的望春玉兰开始盛开 在浮海上歇脚了九只白天鹅 伴随着岸边 无数后年爱好者们的注视 扇动翅膀继续向北迁徙 等到春分 冰雪全部消融 两岸原先还是花孤独的山桃花 迎来了属于它们的时节 与此同时 打着花苞的余叶梅 发了新衙的冰箱 海棠 和此刻还光秃秃的紫藤 也即将在接下来的四月里 相继盛开 从圆明园南门入园后 直接向北穿过起春园 入口附近人最多 但不用担心 圆明园很大 排除掉不少会向东 去往西洋楼景区的人 剩余的大部分人 会接连在松峰罗月西侧 皱满桃花的山头 和湖周围的座椅上 停住脚步 流连忘返 这里的景色 虽然已经十分好看 但是过了松峰罗月 到达这样一处小桥时 才是这趟踏青 真正变得好玩的开始 而到了这里 恭喜你 来到了真正的圆明园 如今的圆明园遗址公园 由圆明 长春 起春 三园组成 其中圆明园 是雍正为皇子时的次园 始建于1715年 就是地图中圈出来的 命名为圆明园的这一部分 也是本期视频中 重点游览的部分 而长春 起春 则是乾隆 在1751和1772年 扩建的圆子 以后有机会 也会单独出视频介绍 在圆明园中的游玩 大概分为两种路线 一种是绕浮海一周 另一种是继续向西 在圆明园四十景中穿梭 很多人都会被浮海的景致 绊住脚步 以为这就是圆明园的终点 不不不 西侧的圆明园四十景 才是精髓中的精髓 离开了浮海便会发现 山坡上 桃树下 河岸边 到处都是野餐和休息的小团体 而且人也已经少了很多 刚刚说到 圆明园其中一大惊喜便是 土坡随便爬 那么就不要走 这些精心扑过的石板路了 野路子不香嘛 除非你是想要来骑车的 那就是另一种乐趣了 圆明园作为水景园 水面积占到全员面积的五分之二 导致在这些小岛中的野路上游逛 就如同走迷宫一般 直到找到下一个 与另一片陆地相连的桥 才能继续前进 但谁说迷路就没有意思呢 转角遇到这片桃林 不就是意外之喜吗 不出意外 只要一直向西走 便会来到天然图画 这里一侧是涨满了 芦苇的后湖 一侧是竹林 在后湖边上的几颗山桃 此时正在盛开 可以稍事休息 再向西走 穿越各种迷宫一样的 山坡与春色后 便会来到这座桥面前 万芳安河 也就是武林春色的起始点 我心中圆明园最美的春景 就在这里 武林春色很不一样 如果在各种平台上 搜索圆明园春景 或者圆明园山桃 会出来一堆去凤林州 别有洞天 石坊等等地方的推荐 然后上面还会标注 哪棵是神树 要在哪里排成最好看 但武林春色的美 不在于单独一棵树 在于整片景致的野 在于来到这个位置 会产生一种 这里居然是北京的疑惑 武林春色出自桃圆明 桃花园记中 园西行望路之远近 呼逢桃花林 夹岸数百步 中无杂树 芳草鲜美 若英缤纷 这两句 怪不得这里会产生一种 世外桃园的错觉 而不止武林春色 圆明园其他景中 也都各有出处 比如上下天光 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比如杏花春馆 出自渡牧的清明等等 所以这四十景中 大可随便游逛 随便洗地而坐 随时享受春天的好时光 圆明园咖啡的正确使用方法 就是在咖啡厅里面 把咖啡点好之后 找到一个有桃树 有花的这个亭子里面喝 就值回咖啡的价钱了 没有提供 对 小土坡就可以 不要在里面 这条中告 送给所有想在 浮海东侧咖啡馆歇脚的朋友 毕竟我们在第一次 去喝咖啡的时候 实在被里面的景象夸张到了 所以第二次果断打包带走 在旁边的桃林中 边喝咖啡边散步 岂不是更有意思 最后才来到了我认为 这一天看浮海最好的时候 黄昏 三月初 从南方迁徙而来的九只白天鹅 落到浮海歇脚 吸引了无数官鸟爱好者 它们已经在这里驻扎了很多天 每天一早就来到岸边等待 各自一边谈论着 今年迁徙季 在北京各大水系中看到的候鸟 一边盼着浮海的这几只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起飞 三月六号的傍晚 随着岸边大爷的一声 飞起来了 九只天鹅展翅而飞 这一次 它们在浮海上空盘旋了几圈 最终离开了这片水域 飞向了更远的北方 也不止白天鹅 我在长春园中看到过仓鹿 在起春园中 也遇到过成群白色鹅头的 不知鸣鸟类 随后一查才知道 原来这条白骨顶是殃鸡壳 除了它们 圆明园常年停留的鸳鸯 绿头鸭 黑天鹅也不少 都在园中随处可见 飞来飞去的 去年年底 我做了一期一鹤园的视频 有人便评论说 圆明园也值得好好逛 如今 我终于知道了 圆明园有多么宝藏 而此刻 就是圆明园最宝藏的时节 所以动身吧 趁花开的时候 去圆明园的春天里浪